世界上最好的食物是 中国的热烤 包子也很美味 很美味 不不不不 这就是白鲜 我们现在要去维也纳了 顺便看看奥地利的中超市物价 总体来说我感觉蔬菜会比德国的中超市贵 话说回来维也纳的生活实在太方便了 想买什么就有什么 中国餐馆哪里都有 而且还是贼正中的内容 点赞一下这位中国超市的老板娘 听口音呢像北方人热情好客 而且呢价格都比其他家便宜 特别会做生意 爱笑着人财运也会比较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圆 这是我的好朋友 吃轿的奥地利的曼迪 嗨 450万粉丝的宝妈哦 然后这一个呢 这是来自石家庄的小许 嗨 OK那今天呢我们邀请 这个很吵闹的这个不能看 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就是 朋友的邻居过来吃火锅 然后让他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火锅的威力 对不对 对特别好吃 听说特别能吃 那我到时候拍拍给大家看一看哈 OK待会见 然后蔬菜准备了很多 还有饺子 羊肉 牛肉 辣的不辣的 然后呢这是我调的枝板酱超小的 这是我老公最爱的雪 真的吗 对我老公最爱的雪 好地点 好地点蛮小的 还有这个 香菜地费 然后这边 哇 历史以来最贵最大的虾 看到没有18欧这一盘 还有牛肉 西乳伴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我们请邻居吃火锅 一顿要花多少钱 灯灯 邻居Melly来了 先迎接她的是中国香菜 先激发一下她的味觉 吓一下她 我是不是太坏了 作战失败 火锅正式开吃 第一新式吃的是这位 来自奥地利遗水的宝宝 妈妈先让她试一试蟹肉拌 宝宝呢先看看 自己要拿 太可爱了 吃货吃货 这一位呢是Melly的老公 但是它味道很好 但是它味道很好 这一位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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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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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都吃货 超级烤 太辣 大家都说太辣 所以 再加水 再加水 哎呦 看了他们去不了重庆啊 对 所以 对 所以 我说是重庆也无缘 我觉得是重庆还是特别好 来试一下 看一下半头个 重庆是辣椒 对 你说重庆是辣椒 但是它是太辣椒 奶 奶 我可以用手 你可以用手 但是大家可以用手 好 好 好 Melly的辣椒 很辣椒 很辣椒 其实你知道这是微辣 微微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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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公还能吃辣的 还不吃 你看 很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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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雪 作为中国人评价一下 吃一下 正宗的中国味道 包子 很辣椒 奶 奶 来 不不不不不 这是美食 包子 这是包子 包子 第一口 宝宝看到不给它 哭了 很辣 很辣 一只虾 很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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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的 很辣 很辣 наз复 太太 很辣 哈哈哈 太厚 太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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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